男人能有多爱潘青莲 在九八版的水浒传中 当然也让潘青莲洗了四次澡 但这不是为了满足私欲 而是要为潘青莲平反 给他摘下浪荡的标签 在原著中 潘青莲从一出场就被定义为了一个放浪心海的女人 但在九八版水浒传里 早期的潘青莲可是十大体会吃家 她早起干活做吹饼 端插地水伺候夫君 只是不管再忙 潘青莲也要腾出时间洗澡 这就和拉里拉他的五大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 这第一次洗澡是得暗示观众 这对夫妻根本不是一路人 日后红杏出墙也是早有预兆 第二次洗澡是看见小叔子武松后的一个夜晚 潘青莲自知美貌 却因为身份敌妃嫁给了个三寸矮树皮 本来已经任命安稳过日子 但小叔子这般魁梧俊朗 又勾起了潘青莲内心的浴火和不甘 他把水浇在脸上企图浇灭起的欲望 可种子已经埋下 必定要冒牙生长 所以第二次洗澡 就是潘青莲心态发生变化的开端 武松住在哥哥家的这几日 嫂嫂潘青莲愈发控制不住感情 他给武松两体裁衣 可以制造肌肤之亲 每日精心打扮 幻想能刺激小叔子冲破道德界限 第三次洗澡 潘青莲一脸沉醉 幻想有朝一日能和武松圆养成仙 潘青莲的浴火彻底失控 只可惜事已愿违 武松并无半分剑语之心 武大郎也开始准备为弟弟说清 被拒绝的潘青莲心有不愤 第四次洗澡时 他愤怒地拍打着水面 水花浇灭了对武松的情意 滋生出了报复之心 从这之后 潘青莲便从一个贤妻良母 转变成了出墙西门庆大 浪当轴富 四次洗澡 四次心态转变 让观众看到了潘青莲的孤独和寂寞 压抑和痛苦 他不再是一个扁平的歹毒形象 而是变成了一个活生生 有血有肉 有爱有恨的人